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馬文你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希望你留意建設性的留言 今節就說說老鳳上次問他會不會走 又不是全部就犯,但也算是一個大的讓步 我講一下歐盟的農民 其實之前的抗爭越來越厲害 西班牙更加全國道路都被封鎖 近日歐盟的農民抗議活動越來越厲害 繼德國、法國、比利時等國家農民封路、倒路之後 西班牙的農民也成為了抗爭者 你知道很多地方就是島的主要的幹道台、大城市 德國、柏林、法國、巴黎 比利時大件,比利時有歐盟總部 也有噴機、BBQ 而且他真的重處馮德羅因 出來跟我 老鳳不知去了哪裡 你不是說這些 我們是港民主的 港民主不一定要面對抗爭者 所以我當時也覺得林鄭很厲害 你跟那些人談 當然他們那些人都沒有動手一腳 始終壓力很大 老鳳也不夠膽 馬卡龍那樣 馬卡龍那樣 百萬人 人家百萬軍中 夠窩窩窩 你拍什麼?你跟我談 那時候他們都是很厲害的 說真的 西班牙農民現在是封鎖了各地的道路 希望 歐盟要讓 抗議 燃料成本上升 沒辦法 我的戰爭就結束了 結束了還要用幾年時間恢復 你以為這麼容易? 其實我相信永遠都是這樣的價錢 因為始終俄氣便宜 它是兩大 現在你 幫美國老買肯定 市價了 歐盟的貿易政策也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 全全偏頗 那這些抗爭者就說 你這些政策是 令到我們生存不了 所以 西班牙 過萬名農民就拿著綠色拖拉機 也封鎖了多個地區高速公路 那些抗爭者就說 沒有農民就沒有食物 你們想餓瓜 那不是 他有 烏克蘭糧食 你不要這麼說 他一敢說他帶一堆來 不過他應該不敢 那麼你主要的農民協會的副主席 叫這個 是杜鶴 那麼他就說 我們農民 面臨的問題 不單止我們西班牙有 各位 其他交盟的手足 他真的叫手足 一樣有問題 麻煩你交盟重視一下 抗爭活動也造成在西班牙 安達勞西亞地區 以及其他 卡斯底里亞地區 加泰龍尼亞 巴塞和華倫西亞地區 其實巴倫西亞 是西班牙的 巴倫斯亞 這些地區 十幾條主幹道 全部是動不了 跟其他歐盟國家一樣 西班牙的農民就說 通脹很厲害 而且來自 包括烏克蘭在內 是 非歐盟國家 不公平的 貿易競爭 這個 你真是糟糕 最慶的是這個 沒錯 他也譴責歐盟 過度的官僚主義 以及歐盟推行的 氣候政策 令到他們找不到食 官逼文犯 這些政策 亦都令到 外國生產商競爭有優勢 最搞笑的是 他現在 又拒絕了中國 自衰他們 又關什麼事 因為他的能源 可再生能源的東西 便宜了 這也關事 搞到當地找不到食 他現在是農民 不是那些弄車 那些 怎麼說到那裏去 有個原子 這個也是我們之前說的 非裔美國 叫你停止 援助 在以色列軍備 你就回中國 什麼事 是罵 是不對的 就算是罵你 回非洲 你又回中國 是的 當然我們說一次 當然是不對 不對 你回中國 令到華人 已經不高興 你什麼事都說我們 其實他這樣 這樣很壞 其實這個家產也說得對 他就說 這個 佩洛西跟特朗普沒有區別 他是頂住自由派的光環 特朗普頂住 右派的 極有和白人主義者的 光環 光環引號 說明 光環引號 一樣的 你也要特權 是嗎 你摔頭 其實你也是 一個就只說 fick news 你回中國 回中國 一樣的 一樣的 沒有區別 只不過他們的 表層不同 但是 一樣你也是 不說證據 是你做的 反正 有什麼黑客 是中國做的 是不是中國官方 不是 不過是來自中國 你不是官方 當然 你應該也要當他是官方 現在他們當然很難生存 好像 媒體就訪問了一個來自西班牙北部城市 維多利亞的農民 他叫加西亞 他就跟老闆社說 歐盟 的共同農業政策 現在令到我們無法呼吸就死了 除了農民之外還有其他 農業工人 我們也要把時間 花在文書上用很多時間 寫東西都寫到煩 這次抗爭 也得到了西班牙最大的農業協會支持 西班牙農業部 原來後來就宣佈 給2.69億歐羅的額外援助 給你一宗農民滿意 這個數字都比之前馮德外因說 給那幾個烏克蘭輪國的數字 那就慘了 而且他不是 不算有錢的歐盟國家 但是 8號時候 繼續 8號時候繼續 也封鎖了 是卡斯利翁港 農民的隊伍 也是聚集在巴塞隆南 上個月農民 在德國也是風起雲湧 其實德國出來才是麻煩的 他就是對抗 雙黑之一的 哈佩克 1月15日 柏林有巨型的 抗爭 過萬名農民開著拖拉機和卡車 在標誌性的地標 就是 撥蘭登堡門附近 因為 德國政府 計劃提高 農業部門的稅收 並且取消農業補貼 農民說 如果實施政策 我們很多人破產 另外柏林也有很多農民 因為他太嚴重了 後來就成了 我們 會實行免稅政策 同時三年才逐步取消補貼 到時他們出來 抗爭的農民呢? 你現在這麼艱難的環境 你取消補貼 你真的沒有死過 是不是想更加多人出來抗爭 老鳳你是不是沒有抗爭過? 是不是 你真的打算 衝進去 看看能否走回來 那看回 這些抗爭者在德國 主要是農民協會支持 他就說 不可以取消補貼 你還說三年取消 採你的三年 上個月尾 法國農民也走上街頭 抗爭是 整個星期的 法國農民就要求政府採取措施壓制通脹 保護當地 農產品面售烏克蘭等國家的 不公平競爭是不是? 你壞了 逢得外因 開了個門 我幫他 你幫他用其他方法 你現在直接 是利益受損 想不到法國 馬克龍政府這麼硬 他也要讓 為了避免事態升級的巴黎 是放棄了逐步取消 他不是逐步取消 我們不取消 不像德國 德國還是逐步取消 原來他說我們不會取消 這是補貼的 並且承諾 會放鬆對 農業生產的環境限制 才離開 法國的抗爭 去到比利時 比利時就糟糕了 比利時糟糕了 去到歐盟議會 大樓外面 歐盟有很多 因為他分了幾個 部門 整個布魯塞爾有個區 都等於他們總部 亦是 很多農民開著拖拉機 叫老鳳出來 2月1日 歐盟領導人開了峰會 歐盟 外面有很多人 扔雞蛋 扔乾草 扔棵 而且 他們最生氣的是 為何這次的峰會是說援護 不是說幫我們 其實他們走 後來 不過法國農民又是不滿意的 繼續 準備新一套抗爭 同時 抗議也都蔓延到希臘和意大利 你也挺厲害的 老鳳 很多事情你做不到 但是搞這些 你搞得風起雲湧 你還不收手 越來越多 後來 終於跪下 終於跪下 隨著農民 現在 露火難色 布魯塞爾 原來也取消了一項 削減 農業溫室氣體排放的建設 建議目標 三名參與 討論的歐盟官員說 委員會將會 在 星期二公佈一份 2040年減排的 措施 不再包括甲苑、淡氣和其他 農業相關的氣體 百分之三十減排的目標 不過 他一說這個 變相 他們所說的對華去風險法也做不到 等我們之後再說這個 所以 你沒有說什麼對華去風險法 不計成本 你一說不計成本 別人跟你計算 撐你 別人跟你計算 老闆 沒有不計成本 你沒有 傻了 原來 大家 剛才說過 法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 亦有大規模抗爭 包括 中國說撤路障 而且 多地的藝術品被推倒 其實當國 出動了大量防暴警察 現在 農民 認為 這個國家決策者 其實不關國家決策者的事 他是跟歐盟 他是要這樣 忽略了農村地區 我們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我們要抵制 暴露塞爾的規則 有人亦想出來 匪脫歐 極右翼 亦想在6月歐洲議會選舉前 利用這種氣氛 都可能會利用到 剛才我們說過意大利的農民 去到羅馬 抗議 從歐盟以外進入 進口大量的 廉價糧食 即是烏克蘭糧食 並且呼籲 要恢復稅收的假面 抗議活動的激烈程度 令到各國政府措手不及 剛才我們說過歐盟 原來當時 老鳳也很害怕 他為了安撫農民 發表了戰略對話 允許 將本尼 留給自然保護的地 轉為 奸地 當然他有些就沒有 並且允許各個國家 是部分 限制烏克蘭農產品 是部分 他們說不行 所以他這個跪低 他一個跪低就是 甲苑 氮氣 以及其他的 農業相關氣體 30%的減排目標 他就去了這個 是跪低這個 但是烏克蘭 始終 他都說 部分限制了 你們自己搞 馮德來欣 以及其他尋求連任的 政棍 越來越擔心 農民會在投票時 變成敵對 投給極右政黨 而他們 傳統上 其實 都不會支持 是太幼的 他們傳統上 是會支持中間偏左的 但是可能 倒轉 是 是 你知道左翼 其實他對於 農民 但是 左翼也有 一些 讓農民 不行 就是環保 環保的 措施 所以其實左翼也很難搞 綠黨 原來綠黨 他也頂不住 綠黨其實寫了一封信給 福德來欣 農民現在被困在一個 正在壓力 的 壓力煲當中 連你們也出聲 你們也不跌 不過他的支持率 跌得很厲害 幸好 天有德國 幸好他們不是執政 不過都是執政 不是做總理 如果你是總理 可能德國去年的經濟衰退就不止那麼少 布魯塞爾應該提出 包括對 農業食品徵收 在內的措施來支援 他們支援農民 對農業食品公司 因為那些公司 賺很多 2040年 目標就是為了減排 他們要實現新的工業革命 並且對國際承諾 在2050年之前實現炭中國 原來看草案 也是有說的 歐盟的氣候專員也說 我們 集團 必須避免誤導性的報導 這樣會令我們很麻煩 即是他們說 現在的誤導性報導 就令農民好 是不是誤導性報導 有些真的取消了 不要亂說 只要這樣說 現在 農民會繼續出來 我相信會 不過 他們當然也會繼續撐污 福德羅英 昨天很開心 什麼事 不過我覺得沒什麼用 就是 歐盟達成了第十三輪對外制裁 對外制裁 你看到這些 你這麼開心 這些你這麼開心 其實 你真的有機會被極右用 我們 俄羅斯的事 我們不如放一放 我們說一下民生 其實真的用到 因為你太積極 積極不要緊 如果你是有銀的時候 積極大家可能有掌聲 但是現在 大家很慘 我戰爭令到能源價格這麼高 這個你不能否認 當然你說是綠色能源代替 但是你又要 對華風險化 你說有什麼中國那些不要 是嗎 你也是自己 說真的你自己 因為你說得太大 你會束縛自己 自己束縛自己 原來他們說 這也是行李如意的 作為紀念 俄烏戰爭兩周年的新措施 你這樣也很紀念 歐盟就提議制裁 55間公司和60個 60多名個人 原來制裁措施是針對 參與生產軍備和提供俄羅斯國防公司 用在製造軍備的關鍵技術 這就糟糕了 台灣的公司就要了 有沒有 有沒有制裁他 制裁他 記得不要雙重標準 我撐台所以不要緊 針對這些公司和個人 相關的提案 還針對那些 為了從朝鮮 向俄羅斯運輸 在軍備的物流公司和運輸公司 朝鮮 已經為俄羅斯提供了幾十萬枚的炮彈 你打算提供一百萬枚的結果 你就不如朝鮮 他整個機器開起來都很厲害 你想想 你也懂得說 他這些很心嚴的國家 獨裁國家 你們說的 他一開起機器上來 他是全國一致 全國一致 全國的力量 亦都被你制裁了兩三代人 可以制裁的東西 都沒有空間給你再制裁 沒有了 那他就是那些公司 原來這個將會是俄羅斯全面出兵烏克蘭的第十三輪制裁 但是 連彭博都說 其實 成員國集團一直在敦促 在歐盟採取更加紅心勃勃的行動 你還有什麼 你還有什麼 他不是不紅心勃勃的 因為他最強的那些 已經在前幾輪都用了 是嗎 哎呀 是呀 心不搏 經濟制裁 你都去到十幾左右 怎樣經濟制裁 是的 歐盟的 發言就沒有什麼可以評論 原來最新文件也顯示 包括 建議的名單有什麼 這個有差用嗎 他也不會去西方的 你最多凍結他的資產 但是你這麼遲 是不是走了也走了 俄羅斯的一些軍官和其他官員 政客包括普京的前警衛 也都是現任 陶拉州州長 阿列克謝 九明 還有其他 是可能會有變動的 這些東西 其實補走的都走了 那些都是拔住了 都是拿走了 你跟我講十三輪 你不是說公司加起來 這些是你講的 公司 當然他肯定會做的 他肯定會做的 但是 這個彭博說得對 你實質上 請問你還有什麼 我就問問你 實質上你對他有什麼傷害 IMF還說他們今年經濟有增長 有增長 好 這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